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星期三突然訪問伊拉克 並與伊拉克外長哈基姆等官員舉行會晤 蓬佩奧正在對中東地區進行為期一個星期的訪問 目的是要令到民友對美國重序利亞撤軍的計劃感到放心 並尋求民國支持對伊朗斯加更大的壓力 蓬佩奧還與伊拉克總理邁克迪 伊拉克總統薩利克以及伊拉克議會議長哈爾布黎舉行會晤 並會見了微軍人員 國務卿蓬佩奧強調美國自力處理伊拉克面對的安全挑戰 繼續展開與伊拉克安全部隊的合作夥伴關係 蓬佩奧星期二首先遞達約旦 他在約旦保證要加倍外交和商業努力 向伊朗斯加真正壓力改變特朗普政府認為該地區存在的一些邪惡行為 蓬佩奧還計劃訪問埃及、巴林、阿聯酋、卡特 沙地阿拉伯、阿曼和科威達 黑雲雅 黑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